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 修改偿债条件的原则 先看债务人 这块的话有大段的文字 我们先看第一段 如果修改偿债条款 导致债务终止 债务人应当按照公允口径 计量重组债务 终止的债和重组债务之间的差 挤到投资收益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你的修改偿债条件 达到我们符合的终止标准了 10%以上的一个 应当把旧债话句号 确立新债务 新债务按公允口径算 新旧的差挤投资收益 第二个 如果你修改的偿债条款 没有导致终止确认 或者是部分终止 大部分没有终止 怎么办 应该在按照它原来的分类 继续与贪余成本 公允计量变动 入当期损益的一些方法 继续后续计量就可以 这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简单的比较一个套路 看这 比方说有一个长期借款 咱欠人的钱还不了 到期了 注意啊 双方呢 给银行达成协议 说这样吧 这个债咱延期一年 然后鼓得了个本金的最新标准 鼓得了个利率的最新标准 等等折腾来折腾去 不就修改常的条件吗 但它这个时间是延一年 如果说呢 你折腾的比较大 符合咱们说的那个终止确认的标准 那么你就应该把长期借款 画句号改名叫短期借款 这叫新债旧债喜差 走投的收益 这个短期借款按供应加入 那要是没有终止确认呢 没有终止 就依然用长期借款来表达 就不要换短期借款了 听懂没有 不就这意思吗 读一下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没有导致终止 或者是部分终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没有终止怎么办呢 依然按照原来的口径算就行了 但问题是你一定差啊 怎么办呢 这有 贪于成本计量的 债务人应当按照 重新议定的流量变化情况 重新计算重组债务的账 并将相关利得损失 走投资收益 他也是走投资收益 根据他的流量变化 重新计量的重组债务的账 应当根据重新议定 或修改的合同流量 按照它的原利率 或者是套级工具原则 所确定的实际利率来折现 这是告诉你 用什么口径来折现 然后对于修改 重新议定合同 所产生的成本费用 债务人应当调整 修改后的重组债务的账面 并在修改后的 重组债务的剩余期限来摊销 这说的是一个分摊的期限问题 大家对这个呢 有一个了解就可以 注意啊 这儿 这儿 都是解释圈二的 来我稍微的再给你回补一下 你看这个的话呢 是没有终止 没有终止的话呢 你也得算新旧的差 因为它毕竟改了嘛 这个差走投的时候 你折现的话呢 用什么口径 用原利率原则上 行了 债权人呢 债权人这个词 跟他完全套着改过来的 几乎是没怎么改 看 第一句话 如果修改其他条款 导致全部债权终止确认 债权人应当按照修改后的条款 以公允认定新的金融私产 新旧的差 以投资收益 这词和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再看第二个词 如果没有终止确认 怎么办呢 按照分类继续后续核算 还是按照原来的什么 以公允计量变动 如其他综合收益 贪余成本 该怎么算怎么算 不要换成新的金融私产 科目了相当于 对于贪余成本计量的债权 债权人应当按照 重新议定的流量的变化情况 看看他的新旧的差 几道投资收益 重新计量的这个债权的这个账面 应当根据重新议定的流量的 什么口径折现呢 原利率折 那么原利率的话呢 有的是什么 购买或原生的 以发生性减损的重组债权 应该按照精性调整之后的利率来算 这个呢 一般的话呢 会直接告诉你利率 对于修改重新议定的合同 发生的成本费用 债权方应当调整修改后的 重组债权的账面 并在修改的剩余期内 进行摊销他的相关的支出 这几个词 跟债务人这个词几乎是照搬的 套路差不多 只不过是站在债权方来思考这个问题 OK 来个题 A公司是上市公司 16年初 A公司取得B银行贷款5000万 约定贷款期4年19年末到期 年率6%按年负期 A公司已经按时截付了所有的利息 就是本没给 在19年底有困难 给不了 怎么办呢 开始协商 于是1月10号 看啊 这天协商 这叫协议生效日 第一个用固定资产的房产抵债 这固定资产抵多少钱呢 抵1000 房子的账面原价1200 累计折旧400 账面800呗 第二个 A向银行增发500万股的股票 单股面值1块 占它的股份总额的1% 用来抵补本金2000 当天的供应价是单股4块 正好值2000吗 A公司履行上述义务之后 B银行免掉500 免掉500还有多少本啊 你可以算吧 总共是5000 5000的话呢 这是1000 这是2000 这不还剩3000 过去了 还剩2000 2000免了500 这不还剩1500吗 延期到20年底 年率8% OK 如果A公司没有履行1和2 那么B银行有权终止重组协议 尚未履行的 随之失效 走 B银行以贪欲成本 计量这个贷款 提过准备300 在1月10号 它的供应价是4600 予以斩期的贷款的供应价是1500 20年的3月2号 双方办理了这个房产过户吧 做投资性房产认定 这是第一把 房子过户了 3月31号 贷款补提了100万的损失准备 5月9号办理了股权转让手续 股权增资手续相当于 定为供应借量变动入 当期损的金融资产 当天的收款价是4.02 A公司以他一成本测量 这个贷款在1月10号 这个账面价是5000万 来我们在这 把它的数据推一遍 先看第一把 先拿什么东西换的 房子 走 借固定私产清理800 折旧400 贷固定私产价 按账面先把本金给充了 有同学你不是顶1000吗 你这应该是挣了200 为什么不显示这个损益呢 他这个损益是最后统一算 在这只是第一步 先算是拿账面先怼一声 借长期借款 带固定私产清理800 这没有出现损益 损益是挪到最后再出来 挪到最后再出来 你这样吧 我们干脆把它砍完算了 等到5月9号 这是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 首先借款的新现金流是 1500乘以1加8% 这未来的本息 除以1加6%的原利率 算出它的折现值是1528.3 和1500的相比 它的差额占1500的比例为1.9% 小于10% 属于修改长债条件 没有造成终止确认 没有实质修改 那还用长期借款 借原来的本4200 为什么4200呢 这不干了800了吗 还剩4200 新的长期借款 1528.3就折现 供应价 按照供应认定一个重新数据的修正 然后古本500资本攻击1510 这什么意思 它在5月9号这天最新的报价 单股4.02来 4.02的话呢 看看它应该值2010 古本500溢价1510 然后呢 其他收益挤出来是661.7 看最后体现出这个收益来 但是在刚才拿房子顶的时候 这没有出现损益 是暂时的先挂一个账 最后再统一几平 如果你觉得别扭 你就干脆把这个和这个合成一个 看起来更舒服一些 但是它这个重组 它有一个时间线嘛 不可能说一天搞定所有的事 在这儿是先做第一步 慢慢的先调一把 最后再统一算损益 统一算损益 OK 没了 这儿还有个问题啊 你当初在签协议时 你的股份的供应价是2000 为什么这儿变成2010呢 因为它有一个执行期的问题 在执行这天的最新供应价是这个 按照最新的供应价认定就行 那这一半呢 这一半的话呢 也比较麻烦 你看第一吧 它为什么要借投资性房产贷贷款 1100呢 这个房子其实是这天交割的 它这为什么用1100呢 是用 4600的应收的供应 减去 你这个债转股的供应多少 2000 再减掉你的未来的1500的供应 这数从而来的 这儿来的 这不有吗 供应4600 展期的贷款供应1500 然后那个债转股的供应是2000 这是你的1月10号协议生效这一天 它的供应的到底是1100 来 4600减2000 这不2600 2600减71500 这不1100吗 直接拿这个 和投资性房产对转 借投资性房产1000亿 贷款1000亿 相当于呢 因为这个房子顶的供应 就是剩下的了1100嘛 拿应收供应来推 投资性房产入账 这么说也对 但是同样 它这个损益也是最后统一算 没在这显示 这块呢 我再稍微的绕一下 仔细听 为什么用1100呢 因为你拿到的是非金融资产 应该用应收的供应4600 减去债转股的供应 减去未来展期的供应 挤出房子对应的供应1000亿 借投资性房产1000亿 贷款本金1000亿 这为什么又出现损益呢 它最后统一算 提减值借性减值损失 贷款准备100 这刚才提示过的 然后在最后这把的话呢 这个入的是这一天的供应 2010 然后这是它的最新的本金 1500 然后这是它提过的准备400 这是它的 3900 因为它是5000捡 1100 这不3900吗 然后挤出头的税室 这样走的 这是咱们刚才说的 修改常债条件 还是比较热闹的 但是它这个题 有特别多的漏洞 我们在这儿呢 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 没有给它细究 我明显感觉到 债务重组这个新准则 财政部其实也没有完全整明白 它有些例题出的小心翼翼的 但是依然有漏洞 我们只能凑合着看 主要不能太较真 下面我们看一下 组合的债务重组的 会计处理 对组合方式 其实是前面各个单项方式的 合并吧 我们看一下债权人 首先以公允口径 确认新的金融私产 或受让的新金融私产的入账 以公允口径入金融私产 第二个 确定我们将来改完 重组条件之后的 那个新的债权的公允价 第三个 按照非金融私产的 公允价所占比例 分拆合同生效这天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扣掉一二之后的差 然后第四个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 与账面的差 做投资收益 这其实是前面的 各个方式抵债的一个混合版 债务方 对于债转股 或者叫发行的权益工具 按照它的公允价来计量 如果没有公允价 怎么办呢 按照你的债务的公允价来计量 第二个 确定重组债务的最新额 第三个所欠债务的账面 扣掉一二之后 减掉转让私产的账面 挤到其他收益或投资收益 这有一个问题 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欠账还钱的时候 有一部分用的金融私产还的 有一部分用的是非金融私产还的 金融私产还的 非金融私产还的 那非金融私产还的这一块呢 应该挤到其他收益 金融私产还的这一块呢 应该挤到投资收益 那混在一块呢 这个东西呢 我看它这个题中 大部分是挤到其他收益 就不分那么细了 来个题 11月5号 甲公司向已公司奢购材料 总共价税二三四 9月10号发生了财务困难 无法按合同约定偿还 双方协商债务重组 以公司同意 甲公司用它的产品和设备 还有一项债券投资来抵战 这个债权的公允价是200亿 200亿 抵债的商品的供应价90 抵债设备的供应价75 抵债的债券这天是23.55 抵债私产9月20号转让完毕 其中甲公司发生了运费为0.65 乙公司发生了安装费1.5 乙公司用贪余成本测量此债券 在9月20号这个债券提过19万的坏账准备 它的市价为21万 乙公司将受让的商品设备债券 债券这些供应价20亿 定成什么呢 商品定成低利耗品 设备定成固定私产 债券投资定成短线投资 甲公司以贪余成本测量此债务 那就是用应付账款来核算 9月20号甲公司用来抵债的商品成本是70 设备原价150折旧40准备18 甲公司以贪余成本计量用于抵债的债券投资 债券的面值余额为15万 票面利率和实际利率一致 当天的债务的账面还是234 这就是一个拼牌嘛 经过认定 这个交易中的商品的计税价为90 设备的计税价为75 我们这样子看一看它的债务方的处理 首先将设备清理 借固定私产清理92 借累计折旧40 借固定私产减值准备18 贷固定私产150 而清理费则是借固定私产清理0.65 贷银行存款0.65 清理的总代价是这个 92.65 贷固定私产清理92.65 贷库存商品账面70 没有准备啊 肖像税是他们俩的 他们俩的肖像税就这个呗 这个这个 90加75的13% 我算一下 90加75的13% 没错 21.45 这是它的账面代价 账面代价 债权投资的账面是15 这总账面呗 看这一堆账面 这堆的账面代价和应付的账面 去挤出一个其他收益30 14.9 OK 再看债权方 债权方的低低耗品 也就是对方商品给我之后 做低低耗品 它的入账用 200亿是应收的公允 减去债权 就是那个金融资产的那个公允 减去 信向税 90的13% 75的13% 形成代差价 代差价乘以它的公允价所占比例 拆到低低耗品身上为90 拆到固定资产身上是7数 这个很简单 用它的什么应收的公允 这个应收的公允 减去债券的金融资产公允 减去信向税到几 然后乘以90加75分之75 算出固定资产数7数 那就等于说又散回去了 解收转财的低低耗品90 借资金工程7数 哦 还有个安装过程吗 借信向税21.45 短线21 这个短线为什么说21呢 你注意它拆分的时候 是合同生效日 在这个位置上 我给你找出来 9月10号是合同生效日 它的公允价23.5 而是在交割的时候 它的公允价涨到21了 这个呢 按照最新的供应价入 按最新的供应价入 但是拆分的话呢 按照它的合同生效日的 供应价所占比例拆 再来 重新念 借周转材料90 再进工程75 信向税21.45 交易性金融资产21 最新供应价 比那个合同生效日 供应价调了一些 借准备带应收 几头的收益就可以 然后再进工程 追加1.5的安装 最终完工是76.5 借固定私产76.5 带塞进工程76.5 OK 这个题的唯一的一个瑕疵 我觉得不太严谨的地方 就是这儿入的是21 拆的时候入的是23.55 但是你去翻准则原文啊 你发现它说的没毛病 来 这块我们特意 整过一个叫 以重组的合同生效日的 供应价所占比例 看见没有 合同生效日的 供应价所占比例拆 这是当时的非金融资产 拆分的一个原则 那你这个题的合同生效日 就是刚才说的9月10号 就这个 在哪里 这里 9月10号 生效日供应价 90 75 23.5 没问题啊 它拆的话是对着的 就是按照那天的生效日拆的 但是你交割的话呢 和你生效日中间的隔好几天呢 你像固定私产呢 和这个存货一般的 不会出现供应价的大的波动 但是这个会出现 按最新算数可能更严谨一些 再来这个 假公司 以公司 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13% 这是欠了1500吧 给不了 双方协商 干嘛呢 用原价1000 折旧350公寓700的设备抵账 余额500公寓600的商品抵账 以1350 半年后延期再支付150 6月30号交接手续 然后这天的供应价是1400 外账准备70 这个未来的这个解款的150 公寓和账面都是150 双方没有关联方关系 问这里面谁是正确的 我们在这呢 直接先算算假的这个套路吧 假欠多少钱 欠1500 他拿什么东西顶的 你拿他和账面怼呗 你先看将来的这个欠账 是不是150 把他给踢了 然后变成了1350 1350跟谁碰啊 跟这边的 这是商品啊 固定私产 固定私产的账是1000减350 唠6500 那个啥 商品呢 商品500 有增值税吗 有 他俩都有税 他俩的税是700的13% 等着我 你算一下 91 然后这个呢 这是600的13% 多少 78 78和91 这是169 这是总的账面代价 你看一下 650 加上500 再加上他的销项税 169 总的账面代价是1319 1319和1350相比 形成其他收益31页 对着呢 以公司呢 以公司你就拿那个应收的供应价 对呗 应收的供应价 我看看这是 这里1400 他那个坏账准备呢 没说有坏账准备啊 有70 70和1500 差的是1430 账面算 供应1400 在这儿的话呢 由于其他的话 都是拿1400往回怼的 所以说呢 实际上就是账攻他 差30 算币就对了 我们在这儿把分路给你走一遍 假公司借固定私产清理650 借累积者就350 贷固定私产1000 然后借应付 贷应付至新的啊 贷清理650 库存商品500 销项税是169 其他收益31 要这个数 债权方呢 债权方应收 快账准备 这不都是现成的吗 这个是倒推的 拿这个1400的供 减去将来的应收 减去消耗税 形成代价 进向税啊 那边应该是 想想这边是进向 它的供应价所占比例是700 加6百分之700 拆出来是58 库存商品是700 加6百分之600 拆出来是499 进向税摘过来 快账准备摘过来 应收摘过来 新的应收补上去 投资收益是到几的 搞定 行了 这一章结束 我们看看本章的关键考点 第一个 首先看债务重组的定义 在不改变交易对手的前提下 修改偿债条款 视为债务重组 这个债权人可能吃亏 也可能不吃亏 债务重组 所牵涉到的债权债务 不包括合同资产 合同负债和预计负债 我们债务重组 所锁定的债权债务 必须是法定的债权债务 债务重组构成权性交易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是双方直接接持股 以股东身份债务重组 第二个 债权人债务人同在一个母公司下 或者同受一组投资者群体的共同控制 在这个背景下 你欠我欠我欠你 你欠搞的债务重组 这个本质上是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 权性分配和权性注入 这个的话 本身不能够确定债务重组 而是应该把其差额调到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和未分利润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别人代持的话 如果说通过实质重用形式发现 它就是一个同一集团 或者同一控制下的这么一个债务重组 即使它不是股东 别人代持也应该按照权性交易来处理 金融私产底债 债权方是应收的账和金融私产的工去挤 挤到哪儿下 投资收益 债务方是应付的账和金融私产的账 挤到投资收益 非金融私产 非金融私产 等着 非金融私产 债务人是应付的账和非金融私产的账面代价 包括他的账加产 价内加外税构成账面代价 自己其他收益 债权方是用应收的工来倒计 减进项加税费倒计他的入账 投资收益是应收的工和账的差 来再看第四 债务转为权供给方式下的债务人的损益 和资本供给溢价的推算 首先债务方是按照应付的账和股份的供应价倒计 债权方 达不到中大影响的按受让金融私产 达到中大影响共同控制的按照放弃债权供应价倒计 形成合并的按合并准则来处理 这点务必重点提示 债务方的处理 债权方要做对应的相关的核算处理 修改常债条件 债务人投资收益的话是旧债务和新债务的供应算 债权方是旧债权和新债权的供应价值 那么原债务终止的话是这样的 继续的话应该是债务人继续后续计量 债务人的话新流量按旧利率折线和原口径差走投的收益 债权方是继续后续计量 新流量按旧利率折线和原口径的差挤投资收益 混合的 债权人士 以公允口径初时计量新金融资产新金融的认定 按公允口径计算 确定重组债权的公允 按照非金融资产的公允所占比分拆 他的生效这天债权的公允价扣掉一二周后的差 放弃债权的公允和战美的差挤投资收益 对权益工具 按照公允口径计量 如不能可靠的话 按债务的公允计量 确定重组债务额 然后偿还债务的账面 抠掉这两项 再减掉转让资产的账和差额 最后几道其他收益或投资收益 这是我们最终的 有关债务重组的一个关键考点的总结 这张非常非常关键 一定要全力准备 本章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